你 你干什么 我要单独跟你谈一下 别跟我说这些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今天要解得很清楚了 你是猎人 饭店是你的猎物 没错 我是来收购饭店的 但是我来这里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你 你看着我的眼前 所有的答案 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童馨 我爱你 童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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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不认识我们饭店的一个客人 文泽凯 董事长在问你 认不认识文泽凯 请你不要装好吗 怎么 不认识啊 那我能了解一下 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这个好像是我的私事 没有必要向公司汇报吧 私事 这件私事已经成了我们饭店的头号八卦新闻了知道吗 我跟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互相喜欢 单纯 什么单纯 跟一个想害死我们饭店的人混在一起 这叫单纯啊 你拿了多少号双 欧总你在说什么啊 你难道不知道文泽凯是李荣豪派来的吗 你居然跟他混在一起 汪副总 请你说话客气 跟他这样的人说话有客气吗 又不然 你就是拿我们饭店作为条件 来换取你将来做总经理这个位子 对不对 我完全不明白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文泽凯是李荣豪的人 难道不是吗 童馨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他说他是猎人 我想是投资方面的专家吧 他是专做并购饭店的 你明白吗 不可能 他不可能骗我的 我真没有想到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被这种人利用的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你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 我去找他 我是宁波九龙户对驾村的VIP经理 九龙户你有听过吗 你下次去宁波的话 一定要去我们的饭店 我让你体会一下那种温馨的感觉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猎人 企业猎人 就是找一些有潜质的企业 把他们并购下来 那你这次来是为了打猎吗 这里这么祥和平静 就算看到猎物 我也不忍心下手 欢迎 知道 好的 等一下 你怎么来了 你不应该回去睡觉的吗 你从昨天早上 直办到现在了 你该回去睡觉才是 这是真的吗 你是来并购我们饭店的 回头打给你 你是李荣豪派来并购我们饭店的吗 是 所以这些都是真的对吗 你一直在利用我在利用我的感情 不是 骗子 你先别激动 你先听我说嘛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在饭店工作 所以你来这儿的目的 这段时间对我好的原因 全都是在利用我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编好的骗局 不是你想象中的这样 你听我解释好吧 我很好骗嘛 我是那种送一些玫瑰花 一些贵重礼物 就很容易上手的女孩吗 你当然不是了 你现在应该高兴了 我这个猎物这么容易就到手了 只有我还很傻地以为在跟你谈恋爱 通信 你要听我说 我是真的爱你 你真是个好猎人 连撒谎都这么像真的 都为什么是我呢 我原本生活好好的 现在被你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他也不想见到你 你不要碰我 你没事吧 你怕我现在样子 好像没事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以前你不高兴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在董事长 跟汪总之前你告诉我就没事了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那你拦着我 你现在看到我这么狼狈 你觉得很好笑吗 你看到我被别人利用 被别人欺骗 你觉得很有意思吗 你别胡说了行吗 你现在心里一定在嘲笑我 是我自我感觉太好 所以才被别人骗 我怎么可能嘲笑你呢 我是在担心你 不需要 你也不用管我 你也不用管我 现在这样 我怎么可能还在饭店工作呢 童馨 你别这么想 她是故意瞒着你 你也不知道会这样 我不需要你单位 更不需要你的同情 童馨 你走吧 不要 你不太想和你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走就走啦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来吧老板 你原来也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 分手的时候 也没有见你这么痛苦过 你原来也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 你原来也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 分手的时候 我记得你曾经多次跟我说过 不要把个人的情感放在工作上 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其实你根本就不懂得恋爱 太投入了 你说过不懂的事情 就不要碰你 走了也好 简单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紧把这个项目做完 离开这儿 离开那个女人 否则你真的是完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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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带我 这路是你家开的吗 就是啊 我们忙着呢 自己找路走 什么味儿啊 快喷一下 什么味儿啊 就是啊 谁坐在这儿脏死了 他走了 别碰了 走了 这个房间是靠湖边的 233房间请往这边 陈先生的灯修好了 刚叫人去修了 嗯 你们同经理在吗 我想见他 闻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是要你帮忙 帮我把同心找出来 你现在不能见 你是谁啊 你说不能见就不能见 闻先生 同心 我是泽凯 闻先生 同心你马上到 闻先生你 闻先生 你放开闻 闻先生你 同心 我是泽凯 请你马上到大堂 我有事跟你说 闻先生 同心 总经理 你把手放开 林总经理 看来你能帮上我这个忙 对不起 闻先生 你现在不能见同心 请不要在这儿纠缠 我要见谁 你们饭店管不着 现在只要你们 帮我联络一下同经理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再说了 我要见谁 你根本拦不住 我看 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谈一谈 请跟我来 虽然你是我们饭店的客人 但是我想以一个平等的身份 跟你谈一谈 闻先生 到此为止 钱和事业都很重要 你这样对一个女人 你不觉得无耻 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童心那么善良 我不知道你利用它 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我的工作 如果你想收购饭店的 你可以直接来 不用玩意的 收购饭店 你说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难道你来这儿 是为了通心 我觉得好奇怪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一个饭店 可以对客人这么了解 你们服务真的是很周到 你们会不会 连我口袋里有多少钱 你都很清楚 你钱包里有什么 我不想知道 但是你的身份 我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你很清楚我是谁 你也应该知道 我从来没有输过 这个游戏 也是一样的 对于你来说 这也许是场游戏 但是对于我 这关系到酒店一千两百名 员工的生计 在你看来 恋爱或许也是一场游戏 所以你才获取 伤害别人的感情 我对饭店一千两百名 员工的生计 没有兴趣 我要的是 这个饭店和童心 还有 我不是范李 我绝对不会把我心爱的女人 让给这个孩子 把你请回来可真不容易啊 把你请回来可真不容易啊 都差点闹出人命出来了 爸 我想跟你谈谈 别的都好商量 去饭店当服务员的事 想都别想 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啊 你的想法 你是想把老爸的脸都丢光是不是 我生意上的朋友看到我这样会怎么想啊 他们以为我李荣浩破产了 被逼无奈 只好把女儿送去当服务员 再说了 你赚的那点钱 还不够给我们家保姆的 行了啊 这段时间你给我在家待着 好好想想 哪都不许去 不许去 杰克 我们的身份和来饭店的目的 已经给他们知道了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文件被人家看到 或者忘记放进去 肯定不会的 李娜 为了庆祝今天抓到卧底 晚上我请你喝一杯 你什么意思啊 出卖自己的同事 你就那么开心啊 不就是童心 再收不到三百朵玫瑰了吗 至于死嘛 你懂什么叫爱情吗 你知道她现在多难受吗 伊娜 你是不知道问题严重性 她出卖了饭店 她是间谍 为了爱情 做间谍又怎么样 你们女人啊 怎么一碰到爱情就昏了头呢 你这个冷血动物 你这个白蕴 好 就是我哪里 你这两个女人 你这三个女人 你这个女人 很冹目 是哪里 是真的吗 听说跟你谈恋爱的那个 他来我们饭店呀 是有目的的 你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就是好奇而已 你看呢 这件事莫名其妙地 把我也给牵扯起来了 老实说呢 你等了三年的总经理 都回来了 你却跟别人好了 这多奇怪呀 更何况呢 你连那个人是干吗的 都不知道啊 真是不知道呀 你在想什么 你想说什么 想说我跟他之间有交易 我可没那么说 不过呢 碰上一个又帅又有钱的男人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呢 偶尔出卖一下自己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哈勒 你怎么就管不住你那张嘴呢 我说错了吗 你少在照狗眼看人听 你以为全世界的女人 都跟你一样贪财呀 我跟童馨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她的为人我不清楚吗 你平时不也总喜欢在背后 说她坏话的嘛 今天怎么一下又护着她呢 不会你也有恨目吧 你别胡说 还不快走 干吗 开玩笑吗 真是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是陶宇吗 我明白 要不我们出去喝一杯吧 难道放纵一下自己 我想喝醉 来 艾伦 我跟李荣豪约的是七点钟 这是他需要的材料 告诉他 把会议延迟一小时 你说的 说有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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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醒了 你这些天还没出房间门 就是看这个书啊 我喜欢 你喜欢 可这不是你学的专业啊 那我就是感兴趣嘛 我说你这人怎么乱来啊 谁同意你学这个的 爸 你能不能别老管着我呀 我都这么大了 我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怎么了 我不管你行吗 我跟你说啊 你别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你把这个学校的书给我读好了 爸爸就放心了 怎么没用啊 爸你想想 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那如果以后我嫁的人 把你的家业都败光了怎么办啊 你说对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这个小酸码啊 我跟你说 你趁早把那个饭店的事都给忘掉 爸 妈 反正你不是也要去收购那家饭店吗 那我就当提前学习下呗 打住 想都别想 你要是想去国外留学的话 这一点我可以支持你 留学有什么好的 在国外留学 回来什么都不会的人多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不说了啊 你再说我也不会同意的 好 对了啊 记得约好的晚餐 不要迟到啊 好的 乾杯 干杯 也是 在你这儿 你好 你开心 不愿意 到哪里 乱 在哪里 有没有 你好 说 我在这儿做什么 找晓星姐吗 是 你是 对不起 我和晓星姐聚在一起 我是文在凯 我知道 上次他生日不就是你送他回来了吗 是这样的 我想找他 但是找不到他人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还用我说吗 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先生 里边请 你好 你好 文先生 李总呢 他等了你一会儿 刚出去 马上就回来了 你怎么了 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啊 我觉得你好像有心事呢 我看你好像跟上次不一样了呢 好像开朗了很多 我现在一直在饭店工作 在饭店工作 就是九龙湖啊 我虽然在那儿工作没几天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我突然觉得 我的人生好像也挺充实的嘛 是吗 嗯 我想在饭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可是我爸不同意 尤其是在那儿工作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要找我帮忙 要找我帮忙 价钱很高的 我是开玩笑的 你说吧 是这样的 我的一些想法 我爸从来都没支持过 但是 别人的他就不会这样 尤其是像文先生您这样的 事业成功人士 在饭店里有喜欢的人吗 在饭店里有喜欢的人吗 您怎么知道 你的表情告诉我了 我有吗 你好 自然来吧 坐坐坐坐 我这最近啊 忙着收入几家工厂 比较麻烦 本来还想请你帮忙呢 我说你干脆到我的公司 来做高级顾问多好啊 对了 九龙湖饭店的案子 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资料已经熟悉了 现在在等顾问公司的回复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收购一家饭店都那么麻烦 我这手中的钱都花不出去 对了 资伟 你知道吗 佳萱对这家饭店非常感兴趣 她是想以那儿为跳板 慢慢地继承我的事业 我这丫头慢慢地动点事儿了 我这丫头慢慢地动点事儿了 慢慢地动点事儿了 所以我想啊 让她出去开开眼界 送她去国外 学学这个饭店管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你也这么认为 不过 还是需要在国内学习一些经验 然后再去国外念书 会比较好 好 因为 精英饭店 是需要经验的 如果你学习了经验 再去学习理论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九龙湖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是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 这需要李小姐她同意才行 爸 快吃饭吧 菜都凉了 好 来 走开 请 你说怎么这么不公平 如果是一个男人的心 追求一个女人 就是一些很帅的事情 可如果一个女孩子主动 就会觉得很丢脸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经验 所以根本不知道 不是吧 你真的没谈过脸啊 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不好 我等了三年 等到的这个男人不理我 新认识的又利我 我真的好难受 还不如死了算了 一辈子只会单相思的我 都这么活过来了 同心你干吗要死了 当人家跟我说 单相思可以省钱 又可以很自由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 是怎么想的吗 我有多孤单 多凄凉 你能明白吗 被李永也好 被抛弃也好 至少你跟你自己 喜欢的人牵过手 亲过嘴啊 可是我 到现在连初吻都没有 真的吗 对 别人都说得很美好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 我只想跟你一样 情愿被别人骗 也不要像现在这样 没人爱 没人爱 小娃 是空板 好的 温先生 晚安 对不起 小心 是我不对 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我的工作 若你想要的话 若你想要的话 我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 不再做什么烈日 只想和你过平淡的生活 所以 请你别离开我 现在 现在我不能没有你 请进 回来了 乔经理你也来 喝了多少啊 慢点 乔经理今天就睡我们家了啊 好啊 我替你们准备洗澡水吧 你喝了多少啊 你喝了多少啊这是 小心姐 那个洗澡水 啊 真的吗 他们刚好 还需要 拿到夕队 哪里 温大 还需要 同心呢 还没接电话 可能是做了亏心事 没脸来上班了吧 乔依娜呢 天真的乔依娜 可能是受了同心的影响吧 如果同心来上班 请她过来找我 好 对了 那个叫文泽凯的家伙 要怎么对付 对付 还让他们继续住下去吗 客人付了钱 当然可以继续住啊 我的意思 干脆把他们赶出去 再教训他们一顿 什么 你要把客人赶出去 总不能把他留在身边吧 汪副总 请你想清楚 客人就是客人 只要他付了钱 住进我们酒店 就应该享有客人拥有的权利 得了吧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 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我警告你 千万别做傻事 我可不像某些人 专门给饭点烫包子 晚上我们去的忙 我要吃什么料理 我最喜欢吃什么料理 我最喜欢吃什么料理 快点快点快点 走了 收到我的疫苗 我找不到你 只好在这里等你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给你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对不起 文先生 我还有工作 我没有时间 请你让开 你干吗 有什么可以纠缠的 没见过你这种死缠烂打的 小心不是没有给你机会 自己不珍惜怪谁啊 我们走 你干什么 我要单独跟你谈一下 别跟我说这些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今天要解得很清楚了 你是猎人 饭点是你的猎物 没错 我是来收购饭点的 但是我来这里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你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你先听我解释 我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 大家都在外面看着呢 别管他们 他们不会了解我们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 我的心已经被你搅乱了 好 我不说话 你看着我的眼睛 所有的答案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所有的答案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你看到我对你的爱吗 所有的答案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我的爱 不只是在眼睛里面 而是在我内心最深的深处 和别的朋友 frank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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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主 这位主 我也这是 哇 沐先生 你给我让开 你看啊 这大白天的 他们俩是疯了吧 看什么 回去工作 回去工作 白天怎么这么rijed的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杰 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在那儿工作 突然来了一群酒店的员工 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来了 你看 还把钥匙都给拿走了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一个姓王的 还是姓汪的副总 我不知道 我本来想问问他们 还要打人 真可怜 从来没有被人从酒店赶出来过 上车 我们是蓝宝石别墅的客人 刚才莫名其妙突然来了一群人 把我们东西都扔出去了 告诉你们的林总经理 说文泽凯来找他 叫他马上出来见我 对不起 文先生 我马上为您联系好吗 对不起 文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有事的话可以和我们说 我会帮你处理的 你是总经理吗 虽然我不是总经理 但是您有什么事的话 你告诉林重光 你们的饭店就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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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长 怎么回事 汪震雄闯祸了 他把文泽凯从客房里赶出去了 把他们的行李 扔到了外面的地上 他怎么那么蠢啊 之前我还警告过他 这个文泽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下我们酒店有麻烦了 如果这件事情被捅出去的话 对我们饭店的声誉很有影响 很多媒体 都会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的 他们现在在里面吗 他们现在在里面吗 喂 先生 我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想我们的员工 对你们有些误会 总经理先生 你们大饭店的副总经理 汪震雄先生 指使你们的员工 冲进我们的房间 把我们所有东西都扔出去了 物件非常强嘛 你能说这是一场误会吗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我们来这儿 并不是听你们道歉的 对于这件事情给你们造成的伤害 我们一定会尽量弥补 弥补 弥补 总经理难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假装这件事情 没发生过吗 我是你们饭店的贵物客人 住进你们饭店的房间 就意味着那个房间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们居然找人 把我的行李全部扔出去 还连房卡都收掉 我身为总经理 没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有责任 我向你们二位 郑重道歉 我再说一次 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听你们道歉的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赔偿的话 我们将免去你们在酒店的一切费用 我想 总经理你真的不太懂法律 所以你最好把嘴闭上 这样吧 你听听我的律师 他所说的话 见 由于你们员工的野蛮行为 可能导致我们机密文件的泄露 而如果因为泄密造成了项目失败的话 根据法律 你们大饭店必须赔偿所有损失 我们已经找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做过评估 这个项目的总价值 超过一亿两千万人民币 喂先生 我想 没那么严重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倒想问一句 你们住进我们饭店 到底是什么目的 都是啊 董事长 不继续讲下去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讲错话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利的证据 我建议你们赶紧找几个顶尖的律师 不过 没什么希望了 我建议林总经理赶紧看看招聘广告 找找自己的后果 找找自己的后果 没错 没错 是我把他们赶走的 我怕你下不了手就替你解决了 怎么 不喜欢啊 我跟总人长刚刚见了那两位客人 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道歉 还提出了巨额的赔偿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俩家伙是存心搞垮我们饭店 我把他们赶走 大家都觉得很解气 而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客人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惹麻烦 你就是不听 把那俩家伙赶走算是惹麻烦吗 你真是没脑子 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说谁没有脑子 你想打我吧 动手啊 你以为我不敢吗 王总 王总 放开 王总 王总 你有话慢慢说 我告诉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照样把他们赶走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人的 王真雄 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我等着 真是个蠢货 行李都送过去了吗 都送过去了 要学给他们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走 不行 如果他们离开饭店 我们就麻烦了 准备鲜花和香槟 我亲自送过去 好的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搬出去吗 好 闻件是在吗 接了 老板 是 闻先生 对于我们的错误 我再一次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我们那几个员工 并且我想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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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拿回去给那些辛辛苦苦 帮我们搬行李的人吃吧 快许愿 闻先生 我再一次向您道歉 这只是几个没头脑的员工 做的傻事 领走经理 如果你要跟我弄 千万不要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 要像个男人 请您原谅 同心 你们同经理在哪儿 想得到原谅 叫你们的同经理过来 一个人来 你不许愿意 就是你 你不许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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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您叫我 赵铭 同厅里 你找林总 情况怎么样 林总他 他们把虫妄怎么地了嘛 你也知道我是急性子 赶紧说呀 可林总不让说 这么辛苦的行业 你一做就是三十年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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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喽 我还真看不出来啊 我们的同情里还真有一手 这样的金龟婿都能被他调到 我哈伦 你看啊 你的文泽卡 原来亚洲最大的饭店并购案 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 看来我要去GV中心找二尔工作了 省得到时候喝西北风喽 我这次去找他道歉 你疯了呀 你想去哪里啊 东京你不要去啊 那不然我能怎么办 你不能去啊 我不会让你去的 我们不是那种叫来叫来 叫走就走那种人 我不会让你去的 可现在饭店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你让我假装不知道吗 是 是不能假装不知道 可是还是不能去 难道你不害怕吗 如果去的话 这样试一试至少有机会可以解决 那有什么好怕的呢 那个文泽卡看你的眼神 好像是吃了你一样的 我会担心他会对你怎么样哦 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要这样说他 什么不是这样的人 只要是来啊 都是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们没有第二种方法 所以我必须去 不行 我不会让你去的 要不你陪你去吧 好 我们一起去 他说要我一个人去 喂 这不是羊肉虎口梦 如果回来得太晚的话 就不要告诉重光了 喂 杜叔下班了 好 有事啊 我想跟你聊聊 聊聊 温先生 你要见我 是林重光叫你过来的吗 不是 他根本不知道我要来这里 我只想知道 你要什么 何北京 这样心情会好一点 我已经按你说的喝完了这一杯 你还想让我问你做什么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跟我讲话 我这样心里很难受的 那你要我用什么语气跟你说话 就跟以前一样 你知道的 我们以前走得很近的 我没有话想对你说 可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不是很关心饭店吗 我现在告诉你 饭店不会有事 你可以放心 放心 放心饭店被收购以后不会关门 你不要逼我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你尽了什么最大努力 用金钱 用甜言蜜语好让我任你摆布吗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 我想让你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利用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对你是真的 看来你在撒谎的时候 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 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 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就先回去了 你现在还不相信我是真心爱你的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相遇 你可以换一个工作跟我相遇啊 为什么要对饭店下手 饭店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真的不明白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 这个饭店就是为任何人收购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留下来的 你就是做这个饭店的总经理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为什么对这个饭店 就这么执着 饭店不只是餐厅和客房公 我每天面对着来来往往的客人 我跟大家在一起空干共苦 这种回忆和感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夺走呢 感情 是跟林重光的感情 还是对饭店的感情 到底是林重光还是饭店 是哪一个抓着你不放 他跟饭店是在一起的 他跟饭店是在一起的 即便他离开了三年 我觉得他跟饭店从来没有分开过 可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处理跟他的关系 把他放下 但我没有想到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童馨你还是要相信我的 我放弃了很多 我们才能走到一起 我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 你回到我身边吧 我们重新开始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如果你都讲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吗 你收拾一下 我可以走了 你去等月亮吗 我会去看飞店 你去看飞店 我来找我去看飞店 你别走 我去看飞店 你处于这次店 你这个看飞店 你去男朋友 我来找你 我去看飞店 你自己去看飞店 你这个看飞店 你去那天哪 你去看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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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喝一杯吧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这个家伙欺人太甚了 像这样的人 他怎么配住咱们酒店呢 我真想把他 春光 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 什么都不能做呀 明天就会有结果了 我看啊 事情不那么简单 这伙人啊 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 不会善罢甘休的 主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德叔 你干吗给他喝那么多酒啊 你 你又心疼了 我都烧到屁股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怎么了 贾姨呢 是童馨 他根本不听我的 去找文泽凯了 你怎么不拦着他 谁让你来的 真是欺人太甚了 白书光 你别进去啊 别拉着我 我没事的 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已经答应了 所有的事情都不再追究 饭店会没问题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为什么要来找他 即便是酒店遇到了困难 也不需要单单牺牲你童馨一个人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 你不会跟我说你没事 我不想听 童馨 你以后酒店有什么事情 请交给我来解决 否则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无能 我会觉得永远欠你 累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面对我的时候 除了逃避 还有什么 得不得了 付费 保,》 请进 总经理 我回来了 佳萱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不欢迎我吗 不是 你这怎么受伤了呀 没事 一点小伤而已 你爸同意你回来了 我们两个说好了 我们互不干涉 不会因为我爸的关系 让你很为难吧 不会 那倒没有 只要你努力工作 是谁的女儿不重要 那你就同意我回来工作了 当然 不过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好啊 你问吧 我一定坦诚地回答你 你为什么非要到我们饭店 来工作呢 如果我说是因为你 你相信吗 其实很简单 我来这里呢 就是因为 我可以在我喜欢的人身边工作 这样我就觉得我过得 超级的幸福 你的回答还真的很坦诚 怎么 你害怕了吗 不管怎么样 你能回来就好 赶快去参演部报道吧 我会跟刘经理打招呼的 好 谢谢你总经理大人 回头见 回头见 萌萌 萌佳萌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真的吗 佳萌 回来了 刘经理 上次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但是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而且我会更认真努力地工作 佳萌 你很了不起啊 本来有个真的了 刘经理 好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参与部的未来 看到佳萌那么灿烂的笑脸 我们工作都更有干劲了 海伦姐 刘经理 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们 我在家都要无聊死了 大小姐是把我们这儿当成消遣娱乐的地方了 你把我们这儿搞得翻天覆地的 你还能当没事人一样回来 李小萌 你可真有本事啊 海伦姐 你别这样 你说走就走 说来就来 把我们这儿当什么了 你不在家好好过你大小姐的日子 跑我们这儿来捣什么乐呀 海伦 差不多了啊 刘经理 我海伦呢可学不来你那套本事 一看人家里有背景 立马变得低三下似的了 海伦 我说你过分了吧 这饭店都是一家人 我对谁都是一个样的 海伦姐 对不起 我知道 上次是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 也不是故意要隐瞒我的家庭 我来这儿只是想好好学习 好好努力 跟大家一起工作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行 我就看你这个大小姐呀 还能坚持多久 干活去 看什么看 看人马上来了不知道啊 哎呀 佳玄啊 别往心里去 她就那个臭脾气啊 以后你有什么事 就直接跟我说 嗯 谢谢你 刘经理 哎 客气什么呀 一家人 一家人啊 好好去 嗯 这边请 哦 好的 服务员 哎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吗 先生 您还没点单吧 您需要我帮您介绍一下吗 嗯 我可以 哦 好 你 你叫李佳萱 哦 是 您看 需要我帮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的特色菜吗 我自己先看看 谢谢 谢谢你 你 人真好 啊 那好 那您先看 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好的 我记住你 李佳萱 啊 冯冯 你要是看见刘经理 帮我跟他说一句话 啊 冯冯 我出去一下 你要是看见刘经理 帮我跟他说一句话 我马上回来 你快去吧 反正现在也不忙 快去快去 谢谢你啊 没事 您慢走 好 感谢 再见 李佳萱 李佳萱 你好 你回来了 嗯 我昨天就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 你总知道吗 知道啊 我昨天就已经跟崇光哥见面了 他还告诉我 要我好好努力呢 李佳萱 工作场合 请你称呼林崇光为林总比较合适 不好意思啊 我叫顺口了 那佟经理你见过林总吗 找他有事吗 哦 这些天我没什么事 在家里找了一些 关于国外酒店的一些最新资讯 我觉得他应该需要 那我现在急着走 你能帮我交给他吗 给我吧 谢谢你啊 看什么呢 你女朋友啊 我女朋友 啊 她不是刚刚回饭店 而且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吧 李嘉勋让我把这个给你 是国外酒店的最新资讯 会对你有帮助 沈亚德还真是有心 我就跟她说过一次 这么快给她来了 很贴心对吧 以前你不让我插手饭店的事情 现在你的女朋友 却在帮你出门画策 觉得特幸福啊 东西已经交给你了 我该忙去了 你喝得太多了 干杯 我答应过我自己不再说你 但是我真的就不明白 那个佟经理到底有哪点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她很漂亮 又能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 是一辈子没办法预见的 我怕我错过这次之后 我再也找不回来 我再也找不回来 我的好兄弟啊 你说的那个感觉 我完全能够理解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啊 OK 后来我就知道了 其实恋爱跟喝酒是一样 喝一点会让你感到很舒服 喝多了呢 就会让你头疼 有的时候疼得想死 所以怎么 总会有恢复的时候吧 的时候 时间 好 赢 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忘记 万一我忘不了怎么办 我怕我忘不了 又放弃 我这辈子就会恨我自己 如果不想后悔的话 就把她给夺回来 我太狠狠了 看来我真的是喝多了 好 趁着我还没有清醒之前 就给你个忠告 既然这么在乎她 去把她回家 你会做一点点 不过我要提醒你 从童馨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她还会和一个 要夺走她大饭店的人在一起吗 文经理 下个星期活动的冷餐会 可以先安排在这里 童馨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还记得上次那个教堂吗 今天晚上 我在里面等你 我不会去的 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我必须要把心里的话 完完全全地告诉你 而你必须要完全地听进去 否则 否则我不会甘心的 今天晚上十二天 在那个教堂 就在那个教堂 十二天 我等你 你 我懂我 你 我等你 我知道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